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部讨论会当中提议取消美方目前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科征部分惩罚性的关税或者所有惩罚性的关税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反对这项建议并未上承到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进行了驳斥说 有关关税或者是对中国谈判的其他部分 努木钦部长和莱特希泽代表并未向任何人做出相关的建议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科尔尼咨询公司旗下的全球商务决策委员会做出了2019年新出炉的展望报告当中 就预测说2019年美中的贸易战将会加剧 该组织的发表的报告还认为 美中贸易战争端将是东南亚国家从中获益 因为跨国企业将会把在中国部署的供应链 转移到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 据稍早之前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美中贸易谈判如果不能达成协议 美国政府将再一次的提供豁免申请程序 降低对中国提税之后 对美国进口商的冲击来确保后者的利益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实时报 感谢观看